HELLO 大家好 這次排球少年更新要來簡單認識故事中的重要賽事 這些賽事基本上就涵蓋了整部作品 同時也確實存在在現實的日本中 就好我們跟著翔陽一起來看 這次能夠讓他展示高倍的舞台 翔陽在進入烏野後經過與隱山的磨合 烏野隊員們的集結與素面的對手鷹居的練習賽後 第一個能夠進軍全國的舞台 就是日本高中綜合體育大賽 俗稱的英騰海 日本高中體育綜合大賽是在每年7-8月舉辦的全國賽事 當中包含的運動非常多 像是足球 籃球 自行車 相撲 游泳等等 排球也是其中的一個項目 賽事舉辦地每年都會有不同的行政區輪流舉辦 像2022年是在德島縣 2021年是在浮井縣 而參賽的隊伍會先由47個行政區舉行地區預賽 當中獲得冠軍的隊伍即可代表該地區參賽 大多數的行政區都只會有一支代表隊伍 但有時會因為參賽隊伍較多而增設名額 像是以往東京都的代表隊伍都是兩隊 另外當年度舉辦地的行政區也會再增設一個名額 所以每年的參賽隊伍會落在49-50左右 這些退演而出的隊伍會在8月聚集到主辦地 進行為期4天的賽程 選出日本第一的學校 英騰海的賽制大章就是這樣 那我們回到排球少年 以故事中物業的所在地攻城線來看 該年參賽英騰海地區預賽的隊伍一共有60隊 因為參賽的隊伍不是特別多 所以就跳過地區預選 直接進入現預選 如果是東京的話可能就要先比地區預選 結果對戰表中我們可以看到 60隻隊伍以抽籤的方式分成8組 進行單循環的淘汰賽 而當中每組都有一支總子球隊 總子球隊是去年英騰海地區預賽的前8強 細心有提到實力堅強的易打工在去年第三輪遇上了白鳥澤 所以在16強直步 今年必須要從頭開始 主角隊物業也就非常幸運的在第二輪要打易打工 第三輪要打清晨 可以堪稱死亡之主 讓這年的物業直步於第三輪 而代表攻城線前進英騰海的是有牛肉的白鳥澤 由此可見這年全國大賽的舉辦地不在攻城線 在英騰海結束後 該年度也來到了下學期 這時對上三連擊將面臨抉擇 通常來說三連擊會在這時隱退 剩下的半學期將專注在升學與就業上 像是一打工的茂亭等人 但也有像烏野跟清晨三連擊全部留下來繼續拼順高的案例 在故事中烏野的教師們希望三連擊可以隱退 開始為了自己的將來做打算 畢竟排球只是學生生涯中的社團活動 所以才會有五田老師出面與三連擊溝通 要他們進洽性思考自己的選擇 這裡其實就是每個人每間學校的做法不同 沒有絕對的對與錯 在現實的日本中英騰海結束後 其實還有一項大型賽事 就是10月的國體少年排球大賽 但故事中沒特別提到我就不多說了 烏野全體隊員在一個都沒有少的情況下 繼續備戰之後的全國大賽 全日本排球高等學校的選手大會 也就是俗稱的春高 在2011年之前 春高舉辦的時間都是在3月下旋 會有該年度的三連擊無法參賽的情況 所以在2011年開始將比賽的時間改到1月舉行 該賽事的關注程度相當於棒球的夏季甲子園 所以也被稱作為排球的甲子園 跟英騰海一樣 春高的參賽隊伍必須先從各行政區脫穎而出 與英騰海不同的是參賽隊伍一共有52隻 除了47個行政區之外 北海道、東京、神奈川、大阪四個地區 會再增設一個名額 而每年的主辦牆地 孤陵是東京的東京體育館 因為主辦地的關係 東京會再多一個名額 所以東京能夠前進春高的隊伍一共有3隊 這52隻隊伍將會在1月聚集到東京 進行為期5天的賽事 賽程表會考量到前一年的成績選出種子隊伍 再依據成績與地區分別到不同的組別 剩下的隊伍再進行抽籤 完成該年的對戰組合 春高在賽事安排規則非常多 像是ADEH組只有一隻種子隊 BCFG組則是有2隻 也會按照地區將隊伍打散 然後再從參賽隊伍最多的區域開始進行抽籤 總之就只安排得非常仔細 這裡就不一一細數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搜尋 說完了春高的基本概念 再次回到排球少年中 參加春高之前必須先從地區域賽中獲勝 而春高的地區域賽會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次域賽在8月會先將參賽隊伍分成8組 進行單循環的淘汰賽 成功出現的8隻隊伍將會在10月 與贏能害地區域賽的前8強進行第二次域賽 才會選出代表該行政區參加春高的隊伍 烏野因為在之前的Intern High取得前16強的成績 所以第一次域賽是以總子隊的身份參賽 不需要打第一場比賽 以打工之前輸給了他們 所以又要從頭打起 10月的第二次域賽16隻隊伍將會進行抽籤 透過單循環的方式決定春高的代表隊伍 烏野在這輪依序打敗了挑戰4 河九古南 清晨 百鳥折后 進軍春高 與貢城縣只有一個代表名額不同的東京都 因為學校比較多 跟是春高主辦地的關係 前三強都可以參加春高 顧世宗那連代表東京出賽的是錦踏山 蕭谷跟英居 春高賽事中需要特別提的就是第三天 因為賽程安排參賽第三天的隊伍需要連打兩場 也就是第三輪跟八強賽 竟然高強度的密集賽事讓這天被稱作為魔鬼的第三天 顧世宗顧也在這天先遭遇宿命的對手 英居後 又遇到小巨人2.0領軍的歐台 光用想像的就覺得這天會累到不行 屋野這年的春高也在這裡止步 最後雖然英登亥那段沒提到 但英登亥跟春高的決賽都是五戰殘城制 到了這裡 想像高一所經歷的賽事告了一個段落 二三年級就是不斷的重複挑戰 直到站上高中排球的頂點 而在故事的後段想像從巴西歸國後 加入了日本職業排球聯賽V聯賽 V聯賽確實存在於日本的賽事 是日本藍排女排最高級別的聯賽 成立於1994年由日本排球聯賽機構管理 並在2018年將名稱改為V-Leaf 在V-Leaf中藍排分成三個等級 分別是V-1、V-2、V-3 而V-1級別共有10支隊伍 分成東西兩區進行循環賽事 在故事的尾聲有建築日本職業排球的選手 總共有32位 分別是V-1級別MSB-1黑暗的木兔 佐久早 公佑 翔陽 斯維登阿德勒斯的咒神 牛島 星海 影山 立化Redfrockets 尾白白馬 碧色火箭Azuma Pharmacy 的銅聲五色 EJP 東日本制止Raging 的舊尾 古生 角明 大日本電鐵Warriors 的百折 BC 神奈川的鯉石 千鹿谷 山本 Decel Honours 的梵缸 甲斐 B-2級別 仙台Blox 月島 黃金川 金谷 日角自動車 Lions 的山形 綠電Elephant 的晶田一 尾長 東海重工 艾普王札之山 四股汽車Spirits 的大將 金剛Panets 美洲豹 別鎖 B-3級別 金一弱Sport Jumpers 的大瓶中島 是不是其實不用一一念出來 大家用看的就好 好啦 以上就是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排球少年中出現過的相關賽事 對於日本排球 我知道都只是皮毛 如果上述內容中有錯誤不完整的地方 還請厲害的大家幫忙補充一下 在不久之前官方也釋出了第五部的消息 就要我們盡情期盼動畫後續的到來 關於排球少年你有怎樣的想法嗎 還是有其他內容可以多做補充的 都歡迎留言分享告訴大家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Bye